各位下午好,我是怡婷 嗨,我是Eddie 嗨,我們今天在什麼地方呢? 今天在一個心風血雨的戰場 講得這麼嚴肅 今天Ruffle推出的價格戰 的確讓對手們感到非常的有壓力 非常有壓力 記不記得今年2019年的第一個月 我們還評比了十大休旅 當中很多人敲完說 Why Ruffle咧? 那時候他比較吃虧 對,那時候還是舊款 那現在是全新的Ruffle已經上市了 他全新的趕出來 就是趕跟各界來PK 跟大家較勁喔 我們先從售價來看 如果是入門款的Ruffle IVBall 大家猜價格多少 如果剛剛有看我貼的圖文就知道了 價格竟然是92.5萬 不到百萬 好休旅 他上一代的入門款是80多萬 大家還是留戀那個八字頭 但是因為這一代的車格 其實比較 比較全新的車格 全新的設計 全新的底盤 所以他漲一點這個價錢 在安全結構上 他是必須付出的 對 所以這個是入門價比較高的一個原因 算是合理 可是今天因為在公佈售價 每一款在公佈的同時 我聽到台下很多人都經呼連連 對 這代表是除了入門款之外呢 我們往後面轉過來來看看 有Hybrid版 還有旗艦版 轉過來 轉過來 售價一公佈 其實很多人都 哇 對 而且很多當中很多 驚呼聲來自於 資深的平面的 汽車媒體的前輩們 你就知道這多殺了 對 所以 我來公佈一下 Hybrid車款 2.5的Hybrid的旗艦 4WD是124.9萬 那2.5Hybrid的旗艦是113.9萬 沒錯 就是從售價來看 就覺得很有壓力了 真的說真的 那我們現在現場的這台呢 是Hybrid車款 第一個 你看這個外型 它很多邊形啦 那你看車頭的這一個 豐田的灰漆 它有一個藍色的外框 這就是Hybrid車款 對 那這次的Hybrid車款的特色 是它的油耗 是一級油耗 對 雖然使用2.5升的汽油引擎 但是它 平均的話可以到20.1公升 我們剛剛看簡報 可以 台北高雄來回 對 900多公里一桶油 台北高雄來回的概念 一桶油 更省油 一級油耗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Hybrid的 另外一項的特色 而且 現在是8年 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使用油電車的好時機啦 畢竟 油電科技還是這個 Toyota的本家 而且這個價格其實還蠻吸引人的 對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油耗數字 今年這樣子 一跑下來 然後跟車價這樣子 一來計算之後 它也得到貨物稅的補助 是 沒有錯 它反映到價錢上面的競爭力 對 它就會壓得人家喘不過氣 對 然後 我們再來看 它的外型其實蠻多邊型的 所以其實是蠻現代化的設計 你看這個輪弧一般大家都是單一個輪 它做成有點摸字型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線條上 在折線上 它都做了 應該說花了不小的功夫 對 讓這個車子看起來比較歐化感 當然也是這個車體的思維 讓大家覺得這個車變得大氣 像我們看簡報剛剛說 這個行李箱可以四副高爾夫球距 所以也是蠻驚人的 我們來看行李箱 真的是蠻大的 對 你看這個腰線 還有這個後視鏡在車門上面 都是比較復古跟增加視野的做法 再來就是它的C柱前 它這個窗 它這個後窗 也是增加這個透度 那你坐在裡面 你可以比較有這個穿透感 對 跟上一代不一樣 看這個地方 對 穿透感對於休旅車 而且它 把自己定位在王者休旅 而且它還甚至說它可以有一點越野的路線 所以這樣的車子來講 這個地方通透就很重要 對對對 先看一下這個 大家都想看內裝質感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Hybrid版的 真皮內裝 雙色 然後也有紅色車封線 很不錯 我也順便打開一下我的直播 跟大家互動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來看一下 對 我們看一下裡面 它其實蠻寬敞的 然後 呃 做一下示範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空間 我180公分 後座大概有 也是有一個 一個半全的 一個半全的 我比較嬌小 我絕對是錯錯錯有餘 然後這個比較 呃 釋放但帶一點多變化 流行的車體 所以在這個 上原部其實還 你知道嗎 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所以這個是還蠻成功的 它把整個車格做大了 嗯 所以是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呃 這個門板也是 雙色 雙色的做法 呃 讓這個 呃 門把的部分有一點這個 信號是不是斷掉了呢 大家還聽得到嗎 信號還OK嗎 好 好 好 然後呢 呃 因為剛剛大家在現場呢 剛好總工程師 和設計師都有來 是 如果大家從車頭來看的話呢 會覺得 現在休旅車怎麼這樣啦 它就不要長得那麼休旅 然後前面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像 跑車或叫車的感覺 可是在後面 它又要空間極大化 就是剛剛Eddie哥講的 我們來看看 現在來看 後面的空間 對 放到四具高爾夫球 對 那你看 這個是多大的 現在線上大家聲音清楚嗎 這下面還是有留一個傳統備胎 還是有備胎 對 但是它 它這個層板應該也可以往下 我們可以看 它可以往下 做操作 好 後座老人適合嗎 而且好多人在問問題 剛剛線上有五百多位 它可以再降一格 可以再降一格 這裡有降一格 的方式 這是一個小巧思 對 在方便使用度上面 可以提升 是啊 這裡就是有一些 可以做調整的 對 它有降一層 隔板可以移動 對 但是整體的這個深度很好 嗯 然後我們來看 剛剛那個 大家在問說那個 後座 對 後座他是老人 老人家 第一個我們來看這個 就是要看 沒有我們看門的開度 這個門的開度是還好 就是門的角度 如果我今天的身材是這樣 對 那也還好 還可以 醜又搖 然後再來 欸 SUV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高 欸 SUV還是比較有一點高 所以其實還是要 有一點爬上車的姿勢 還是要爬上車 所以在這個標準裡面 其實它還是標準SUV 比較不一樣 就是還是有一點SUV的高度 對 有雙色的車型科學嗎 國外有雙色的車 欸 剛剛好像沒有特別注意這個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我等一下幫大家找一下 目前沒有看到雙色的車 嘿 都是單色 對 那等一下我們來問一下下 有人問說後面可以打平嗎 我記得是可以打平嗎 可以 喔好簡單喔 我的手就這樣往前進 而且它算平整化 沒有到全平 但是還算 還上稱平整 如果這樣看 一樣啦 我們就透過這個 後面的這個 板子的這個 變化 對 後面這個是可以平整的 喔 那我再把前面的椅子放下來 它有注重在這一塊的這個平整性 所以它做成一個連結 對 所以其實你置物或者是 就是露營休息的時候 這是一個不錯的空間 對 這空間是OK的 而且它後面大概都用這個啦 直接撥 直接撥 往前送 所以是有一點傾斜角度 它不是 它不是平坦的 它是有一點 因為椅背的關係 厚度 所以有點往上 但是好處是 你如果躺的話它有一點斜度 不會太平 就像是小枕頭 對對對 是一個小躺椅 完全不是那樣子 所以平整度也沒有問題 欸有人去展間看實車喔 聽說222 對展間有了 對展間有實車了 而且聽說這幾天 就這麼短的時間 就已經交通超過 從2000 沒有就是訂單從2000 報到3000 報到3000 所以有3000台的訂單 是不是很驚人 然後剛剛的那個 價格出來之後 現場真的太多的媒體 哇喔 真的很殺 真的 進口車 當國產車在賣 對不對 那這次呢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倒覺得可以看看的 就是接下來 我們要看的這一台 有人叫我躺看看喔 我在看 離開 三代車主你好 之前不能打名 是不是 等一下拍照 他們在拍照 不好意思 百萬等級喔 我們現在 我們先講一下 好 現場有出 610幾位 直播又中斷 這到底OK 這邊的訊號比較弱 好 這邊訊號比較弱 大家見諒一下 那我們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郵電 有人說最好充頂規喔 這就是一個選擇問題 我們把配備表攤看來看 能夠討論的issue 真的很多很多 應該說頂規應該有一些貼補啦 所以讓這個 車價的方面比較競爭力 好 所以充頂規是一個選擇 有電子後視鏡嗎 沒有 目前沒有 沒有 但是 這個TOYOTA的那個 所有安全配備機 TSS的這次是標配 這是標配啊 對 所以其實在這一 對這個等級上面 我要講 因為人家CRP HONDA的身型都無啊 對 是是是 竟然要 要來切拼 就怕那麼多 這樣 所以消費者是最大的獲利 好消費者真的是 在配備上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到 有黑旅圈可以選嗎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選配表 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這個 4WD的Adventure 來看看 這台車的 內在是非常的值得來琢磨的 因為內部還不錯 沒有 Adventure版它是這樣 它的前下巴有一點這個越野的方式 用這個越野的這個造型 再加上比較大 相對來講 比較大的側輪湖 來保護這個所謂越野的這個 所謂的路面的旁邊的這個數字的摩擦 跟落石的這些彈跳 所以它有一點走這個越野風格 所以它叫Adventure 所以它也是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比較不同的車格 後面的椅背可以調角度嗎 然後有人想要看越野的配備 好我們來 等一下來看 只有的選項就是入門款 92.5萬 大家有人在問 但是你也可以在網上選 因為它有分三個 椅背看起來是不可調 馬上就走了 你看這個椅子 我覺得還真的蠻有質感的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陽光真的有時候有點膩光 你看那個椅子 是質感蠻好的 那它縫線還是有搭一些顏色 目前來看 對 以背不可調 目前應該沒有七人做的打算 對 目前沒有 可是我剛剛跟很多媒體前輩在前面聊天 然後也跟產品相關的人員在聊天 你知道嗎 它年範的目標要定在3萬 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去年一整年的RAV4 銷售是一萬八千 接近一萬九千台 也就是接下來這一年要到3萬耶 所以已經快要到Double的那種水準了 而且他們還評估有可能會缺車 對 這個我覺得是品牌的 那個歷代車主的換購 是一大動力 因為之前應該說這一代也賣了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這一代的這個 像上一代的比較初階的車主 它可以乘接一代換車 而且車格本身也變得比較大 對 所以其實是有升級感 對 所以就是利用RAV4自己本身的車主 可以衝第一波的銷售量 對 再來就是吸引對手 其他競爭品牌 吸引其他競爭品牌 對的可能性車主 來看看這個新款的車 因為它就是已經把 所有您能想到的東西都已經給了 然後價格也 我覺得夢想到讓利了 還有在油電款上面 價格也出得很漂亮 因為它有貨物稅的介面 所以它的優勢都出不來了 對啊 應該是說這幾個車型 其實在內裝的質感 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都要建議消費者 去看每個內裝車型的配置 有時候是顏色 有時候是壓花 我們剛才在Adventure的壓花 就不太一樣 這個壓花就漂亮 這個座椅的壓花就不太一樣 質感不一樣 比較深色內裝 運動感風格比較明顯 所以一樣就是去展間看車 會比較有清楚的細節 喔 好可惜喔 有時候會斷訊 但我們慢慢走 一直斷訊一直斷訊 因為這邊可能比較多人在用手機 那希望這個訊號 但是這邊就是會展到10號 這邊展到10號 所以可以到板級百貨這邊來看車 對這邊來看車這樣子 好 四輪驅動的才有全景 是嗎 我應該去拿那個配備錶好了 好那我們往舞台前方來吧 帶大家一起走過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浮誇的一台車 停在那麼高的地方 對所以這場地他們租到了10號 欸 遇到同學 欸 我直播完找你 你還會在嗎 我先忙 等一下來聊天 我同學欸 你看我看起來 比你老多了 我真的遇到同學 好那我們就繼續 來到前面 因為還有不同的車色 可以帶大家去欣賞一下 對 這主打這個藍色 還不是藍色 很年輕感啊 這三個都是新色 新的顏色 對 新的顏色 有點像那個 水泥灰的綠色 右邊 我來拿一下 欸你哥你跟大家看一下 我去拿一下產品 好 我拿一下產品 我拿一下產品 目前看到的是這一個 比較鮮豔的顏色 這個RAV4 目前 我覺得這個年輕色 一般可能 大家不會太選 但我蠻推薦這個年輕的顏色 第一個 這個大車用亮色 其實那個 視覺感更大一點 車道偏移有欸 對 車道偏移有啊 有啊 有啊 它的那個 TSS Toyota Safety 因為它有33項的安全配備 我剛剛稍微妙一下 33以上 所以 有人說這是 多拉A夢蘭 這叫 原廠叫電池蘭 電池蘭 不是那個電 不是Dandy 風池電車的 對對對 電池 然後基本上都是單色 沒有雙色 都是沒有雙色 對都沒有雙色 然後座椅有三種 黑灰跟黑 黑灰 黑 但我覺得灰也蠻好看 因為灰就是有點雙色的嘛 有深灰跟淺灰的搭配 雙色這個比較前衛 對 但我覺得市場其實可能不是太高 對 大家都傳統一點 大家看 就是這幾個顏色的選項 八色 八色 然後內裝呢 就是看到的三個選項 我們剛剛說灰也還可以做一些選擇 嗯 還蠻值得瞧瞧的 安全配備 欸 還有剛剛大家問的越野的一些選項 我們可以來研究了 在四輪驅動上的越野 它有分三模式 嗯 就是雪地跟泥 這邊有寫 雪地跟泥地 嗯 還有再來是這個 Rock and the dirt 就是說在這個 小沙石地 喔 然後還有MOD 爛泥 還有沙 對 爛泥跟雪地 對 真的offroad的方式啦 那一般版就是 Sports Echo跟Normal 嗯 三個模式 對 有人說藍色很好看 對 藍色真的很好看 對 這一次我覺得主打中比較年輕的顏色 對 算是年輕的方向 對 好帶大家看一下 有人說神又來了 對我剛剛才聊到一半 不好意思喔 因為剛剛斷訊聊到一半 因為我們剛剛在想說 如果去年RAV4賣到了一萬九千台 今年的年範目標訂到三萬 您認為 我們大家自己聊一聊嘛 你認為有沒有可能超過深A 哈哈 超超有沒有可能 你現在是一般倍的這個情勢來講 這是趨勢喔 對啊 這個是有可能的 而且它去年的銷售受到改款的銷型影響 嗯 應該整整有半年的情況比較難推廣 這個舊款車的出清 嗯 所以在這一次應該 因為新款車的推出 它會這個爆單嘛 對 比如說在一次的上市前接單 上市前接單就貼了三千輛 嗯 而且他們這個 正式公布售價比不接單的價錢還要再便宜 嗯 所以我倒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以及 車款在全新的TNGA底盤的規劃之下 我們期待就是這禮拜的媒體汽車 對 因為我明天要試車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等於先搶先看了一下 剛剛有人問剛信 因為TNGA底盤也是第一次用到RAV4上面 蠻值得期待 這次的鋼心是全面的啦 它有這個 它在規格上有1500MP的鋼材 對 那當然這次規格上面腳脈 還是要開一開才知道 對 它實際上的車身反應如何 嗯 但是不可否認近年的TOYOTA 都在這個概念上在底盤 在這個車體的強化上做了比較大的功夫 下一個大的功夫 嗯 我覺得也是因應新的老闆的這個風田張男的這個思維 還有要接下來要往歐洲競爭 它需要更完整的產品 不是只有留在亞洲線 所以要以這個歐洲市場的能夠兼顧的思維 來設計車子 這也是新的TNGA底盤要達成的使命 對 好 車頂架全標配嗎 嗯 那我沒注意耶 我來瞄一瞄 因為很多耶 算車頂架 只是你要再加裝配備 加裝 它有預留孔 加裝橫桿 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對RAV4有興趣 真的去看實車 因為這幾款 其實各自之間停在旁邊 差異就還蠻大的 蠻多的不同的 對 後照鏡的銀冰燈很有質感 對 對 其實是真的蠻有質感的 它做雙色啦 後視鏡也都做雙色 就是黑色跟車身色 都一樣的裝備 這樣就會比較笑 在這個配置上 對 有人在問馬力耶 來分別 馬力有222匹 跟2.0的177吧 對 我記得 剛有2 呃 2.0的173匹馬力 2.0汽油是173匹馬力 2.5汽油是207 然後 然後2.5Hybrid重效是222 汽油加那個 喔重效 是222 對 21822兩個一個旗艦 旗艦是218匹 然後 旗艦4WD是222匹 對 所以等於有四個動力啦 就是第一個 173匹的2.0 對 然後 2.5汽油 單純汽油的 207 然後再來就是 2.5Hybrid的 208匹跟222匹 對 就4WD的設定 設定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你要希望在汽油管最大動力 它就是2.5汽油 嗯 這是一個規劃 它只有單一車型 就是Adventure 4WD 那2.0就屬於大家買的一般版 嗯 就是可能旗艦啊 從入門到中間的尊爵 到高階的旗艦 是這樣子 往上就是2.5汽油 對 再往上就是2.5Hybrid Hybrid有兩機 對 就是旗艦跟旗艦4W 嗯 所以先看你要挑動力 嗯 還是要挑這個 所謂的這個 Hybrid 2.5的Hybrid旗艦是那個 前輪驅動 對啊 那但是 所以它有4WD的 就兩種不一樣的選項 對 那汽油版的也是 汽油版是2.5 才有4WD 對對對 其他都做2WD 對 所以其實還蠻多種可以選擇 不過想一般消費者都會看這個啦 就是一般 前輪驅動版 嗯 就是一般日常會買的標準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市場的主義 對 EPS的什麼電動輔助方向盤 那些全部都有 對 所以如果說要一口氣 把它裡面的一些安全的配備 告訴大家 其實還真的講不完 嗯 所以就只能請大家 一定要繼續鎖定大家的報導了 大家最近這幾天應該 大家會很密集的 把這個 呃 不同的車款試過 欸 你們還不知道你們要試哪一台 對 我們一開始應該會先試2.0的 哦 還沒試啊Hybrid 還沒試 對 對 在試了以後聽說會蠻不同的 會很有感 對 來看一下 哇 講不完欸 對 很多很多的選項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留在下面 因為剛好就是接下來大家密集都要試車了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疑難雜症 或者是想了解的 我們可能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也可以去開車的時候來了解一下 好啦 那請大家按讚分享 那如果是在YouTube看到記得訂閱開鈴鐺 好 掰掰 掰掰 掰